中共肺炎疫情衝擊全球 造成的生命和經濟損失無法估算 不少國家開始重新評估 對中共的定位並追究其責任 英國情報機關呼籲政府等疫情退後 重新評估與中共的關係 重新考慮加強對高科技等戰略行業的監管 英國《衛報》4月12號報導 英國情報單位認為 疫情過後 英國政府必須重新評估與中國的關係 報導說 英國軍情局5處和6處都認為 中共對外宣揚所謂的中國模式成功抗議 英國首相約翰遜以及內閣 應實際考慮該如何回應 報導透露 相信軍情局6處 已經告訴英國內閣大臣 中共政府在嚴重虛報1月和2月的確診及死亡數字 敦促當局應更專注調查中國 資料顯示 英國目前已有8萬多確診病例 成為繼美國、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國之後 第五個死亡人數過萬的國家 4月1號 英國每日電訊報刊登評論文章 批評中共政府的特色就是資訊不透明 沒有國際合作精神 當武漢疫情爆發時 中共還刻意隱瞞 文章認為 當疫情緩解後 英國政府應該追究中共政府的責任 4月6號 英國保守派智庫發表 關於全球健康危機的報告 評估中共政府潛在的罪責和法律應對途徑 報告認為 中共當局違反國際健康責任 給全世界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 英國首相應該向中共 所求3510億英鎊的賠償 大家在短時間內甚至很難製造出來 防護服、手套、口罩 這一點就足夠讓這些西方國家的人 警醒過來了 英國議會下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 湯姆·圖根哈特發表評論說 中共像傳播病毒那樣 迅速傳播不實信息 英國廣播公司引述圖根哈特的話說 和所有專制政權一樣 中共政府很脆弱 它惡毒的散佈謊言和恐懼 維持對人民的權利和控制 因此它在病毒出現的時候要掩蓋真相 據瞭解 圖根哈特領導的下院外交事務委員會 多次關注中共國際影響力擴大的問題 圖根哈特也是反對華為進入英國移動網絡的主要人物 《衛報》指出 在卡梅倫時代 英國政府依賴中國投資 特別是在電訊及核能方面 報導說 英國政府正考慮收緊對戰略工業的控制 如檢視是否限制數碼通訊和人工智能等 高科技行業的收購行為 以及應否減少中國學生參與相關研究的機會 上個月 英國38位保守黨議員投反對票 要求政府在2023年前把華為從英國5G網絡建設中排除出去 4月4號 15名執政保守黨議員向首相約翰遜發出聯署信 呼籲重新思考與中國的關係 在經濟、科技和國家安全方面制定相應的策略